近日,肖战新剧王牌部队空降首播 此消息一出,顿时被传得沸沸扬扬 一时间引发众多新闻媒体争先恐后的报道 据不完全统计 中国新闻网、封面新闻和《工人日报》三家官媒都对王牌部队进行了报道 无一例外都是赞扬 是值得一追的好作品 另一方面,有官媒还道出该剧的模式 老戏骨搭配青年实力派演员 主演肖战自带流量 演技更是被粉丝观众妥妥的评为时分 老戏骨李右斌会演识人 对肖战的演技和认真敬业的精神 更是嘖嘖称赞 肖战在王牌部队中饰演的顾一眼 演技可圈可点 不仅兢兢业业 认真训练 还被众多粉丝观众兢兢乐道 然而,让人一份甜音的是汪海琳又出来作妖 无言乱语 想想也是醉了 自己作为一个编剧 不好好研究自己的剧本 反而处处打压像肖战这么努力伤劲 乐观自信 优秀演员的新剧 实在是有些为老不尊 以老卖老 越老越让人讨厌 好在 爱肖战的粉丝观众都是理智 明便是非的明白人 不会被任何人乱带节奏 话说回来 肖战在王牌部队中的许多片段 让人看了彭夫大笑 憨憨的笑容 一下子把人的记忆 拉回到了那个纯真朴实的年代 值得一提的是 肖战饰演的顾一野和黄锦鱼饰演的高亮 两人既有较量又有合作 既出生日死又充满胸壁情 让人看得热血沸腾 百感交集 充分体现了中国军人的家伙情怀 难怪 王牌部队上映首播 在网上众多官媒会争先恐后报道 这部充满年代感的军事题材电视剧 与此同时 这对冤家的感情和家庭生活 也充满曲折和冲突 苏野的高亮女文艺青年江南征 贵族气得故义野与农村大妞阿秀 两对夫妻性格和文化背景都差别悬殊 感情纠葛 复杂微妙 不断制造着故事主线下的插曲 痛苦的磨合与燃烧的激情交织着 两对军人夫妻都最终收获了真纯之美地爱 说实话 元旦有肖战的新剧 王牌部队陪伴 不会感到巨荒了 有真爱小飞侠说 最好2月14日 空降首播余生 请多指教那就更运紧更美好了 话虽如此 但是就怕一些单身的粉丝观众把持不住 一边看 一边抵护着好想谈恋爱 余生 请多指教这部都市情感剧太甜了 就怕单身的瞎瞎们看了受不了 王牌部队该剧 是2020年度江苏省广播电视局的重点选题 和精品复制项目 希望主创团队能够高站位 高质量 高效率的开展创作拍摄 努力创作出叫的响 立得住传得开 留得下的作品 先离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只是前段时间 受国家清朗整治行动影响 该剧一直迟迟没有官宣上映 这次突然空降 并且是在2021年的伟大播出 也算是得偿所愿了 许多粉丝观众 看了肖战出演的新剧 王牌部队对肖战的演技 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认可 当然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只要咱们好好的支持和守护肖战就好了 至于其他外界负面的舆论声音和情绪 咱们可以客观众肯的看待 毕竟 人无完人 精无足事 善意的批评 也是为了更好的经过 肖战未来的演艺之路还很漫长 相信通过他自己的不懈努力奋斗 未来一定会拍出更多精彩分成的影视剧作品